首都机场一早几报 满满都是要反台投票的台湾民众 不少人在最后一刻买机票 指乎可能就差自己一票 那即使在北京这边的台商 也都很踊跃回去投票 时间的话应该都很短 我们就回去几天 然后就会过来北京这件事 可以多一份自己的心意 多一票 希望能够促成台海的和平 这次大选跟过年时间相隔比较远 依照往年台商回台投票意愿 可能有所考量 但这次回台人潮不断涌现 不少台商快闪回台两天 都要投下审慎一票 不论透过直行转机还是小三通 预估近20万台商返乡投票 不少人来短期出差或旅游 也敢在最后时间回台 这次是出差 然后出差的时候 有大概看了一下 回程的时间会卡到选举 那就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选择自己想要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 也是要靠我们自己 所以要显示要靠我们 大陆近一周内 反台人潮爆量12号 是选前最后一天 台商返乡最高峰 北京 上海 成都 厦门 以及转港澳经济舱机位 销售9成以上 投票意愿相当热络 选举结果牵动台海关系 陆生到台湾念书也出现变数 海基会副秘书长正时 包括吉林 重庆 陕西 广西等省市 都有学校近期 突然表达要暂停或取消陆生 来台交换计划 但后续是否有变动要持续观察 记者黄义俊 李晴 在北京的台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